更適合於國中小乃至於幼稚園的老師 在教學當中來使用 那這份教材的目的 當然它是希望透過學校的教育 讓小朋友認知到 我們人跟其他的動物 本來就是共享同一個地球 我們希望未來能夠打造一個人 跟所有的生物都能夠和諧共處的社會 那要打造這樣一種未來 是不是要透過教育 那很可惜的是 雖然教育部已經把動物權跟動物福利 已經納入到課程大綱 但是我們檢視了這個現存的一些教科書 裡頭還是會發現到一些不太適合的內容 比如說裡頭要教小朋友要撈小魚 或者是跟小朋友教育 要檢到流動動物的時候 可以送到收容所 可是卻沒有告訴這些小動物知道說 政府單位的收容所 它事實上大概差不多超過十篇 沒有人認領 它就會被人當毀滅 所以事實上把這些小動物收到公立的收容所 其實並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因此我們也覺得當前的教科書裡頭 的確是需要檢視的 那我們也當然要等那些出版商改編 所以不如我們就自己來設計一個 符合我們的理想的一個教材 那也希望機油這樣的一個發表會 跟記者會能夠推廣出去 那今天呢 我們記者會大概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 那前半場呢 我們請了陳堅之教授 我想要教授還有吳祖樂老師 郭麗玲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這個教案教材的內容 跟它的設計的過程跟特色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看一段影片 來介紹這部教材 請播放 謝謝